今天的资商会议开幕仪式是由我国首席代表中央银行副总裁孙一轩主持 他在这开会词中首先说明了我国在过去几年里边经济成长、农工生产和外汇贸易的增加情形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我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徐伯源和代表多人 在国际货币基金方面由首席代表伍德里等四人出席 这项会议将要开到4月1号才结束 今天晚上孙一轩将要设宴款待全体与会的人士 王继贤今天在记者会中说 这次华航的联谊会一共有海外11个地区和国家 以及国内的代表134位参加 会期是两天 在这次的会议里边主要的议题有 华商行业界的合作问题 海员的培养问题 促进华商回国投资高雄造船厂的问题 以及如何鼓励华商船只悬挂国旗的问题 出席第三届华商行业联谊会的代表们 今天下午已经陆续的向大会报道 大会今天下午并且以酒会招待全体的代表 介绍他们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主管见面 今天到会的政府主管有 立法院长黄国书交通部部长张继正 乔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和副委员长何一五 以及行业界的中国航运公司董事长董汉查 和其他的各业人士多人